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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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中国的文学这个文字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说地域很大 说的话都不同 互相之间不能懂 但他们写的文字通过文字一下就能通 所以我们现在讲比如说汉语 有的时候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想法 这个也就是想你汉语文学 有很多人用汉语文学这个词 我不太愿意用汉语文学这个词 为什么用汉语文学 实际上是汉字 我们现在有汉字文化圈嘛 对于中国的文学来讲 这个字更加重要 汉字为基本媒介 这个更加重要 远远超过这个汉语 我们现在有汉字文化圈 中国包括到现代也是的 我可以讲我一个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我前两年我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 然后我完全不会日语 也从来没有学过日语 这个不不能说完全那个很小的时候 学过几句问候语 这个 什么早上好什么 再见啊 这个总是会的 你们可能日语肯定比我学的多得多 那我不知道 然后我去了以后 我就才发现日本人真的是 现在可能有改进 但日本人真的是 这个英语很差 因为我只能讲中文跟他讲英文 我不行的话 讲中文他不懂 我只能讲英文 那英文我根本没有 我整个英文唯一成功交流的是 我记得是在哪里 是在一个店里面买那种扇子的时候 一个老板娘 她能讲英文 所以我跟她讲了几句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跟她交流 我最惨痛的一个经验是说 我当时是坐火车 从东京坐到京都 到京都 京都下来以后呢 我不知道 因为有一个朋友在京都等着 在那等我 等了以后呢 我下来以后呢 她告诉我 这个就是说 反正她会在那里等 结果下来以后 那个京都站还很大 我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然后我突然发现不是一个门 我就很惶惑 然后就开始就问 边上周围的人 包括那个叫什么 就是车站的那种 可能车站里面看穿着制服的人 包括还有摆小店 那个小店店摊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 听不懂 中文也听不懂 英文也听不懂 没办法跟她讲 笔话也没办法跟她讲 我没办法 最后我集中生字 问他们拿了一张纸 写了一个门字 问他有几个门 打了几个门 然后他们就 然后他就开始笔话 那里有个门 那里有个门 那知道 我后来又想说 那后来我最大的门在哪里 然后他们告诉我 我就到最主要那个门那里 然后就找到我那个朋友 他站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说 我想这个汉字 这是个人计计 真的就是说 他字还是能够沟通的 日语这个其实不是个人计计 很多很多 这个到近代很多 就是中国人很多有笔谈 在日本还保留很多中国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笔谈 他们语言不通 但是完全可以写 可以写下来 我进复旦 我进复旦 1984年进复旦 1984年那个下半年 秋天进复旦 那个下半年 我在我原来 原来的中文系 不在现在这个宏伟的大楼里 原来是在现在的校诗馆 那是吧 现在校诗馆 校诗馆完全改建了 那个时候楼上是中文系 楼下是经济系 我经常到那个楼上去看书 楼上去看书 楼上看书 楼上看书 我坐在那个资料室里 楼上的资料室里 读的第一本 基本上是完整读完的书 梁刃工先年谱长编 是梁启超的一个年谱长编 梁启超大家知道这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他就逃到了日本 逃到日本 然后当时那个逃到日本以后 他和日本人就开始进行这个 没有办法交谈 他有比谈 我当时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情节呢 梁启超那一年 梁启超是18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1873年生的 所以到1898年的时候 只有25岁 你们还可以努力 我已经没说了 他25岁的时候呢 就到了那边和日本人比谈 我准确的话记不清楚 但大致的意思是这个 他说我们这次 我们清国大清的失败 不仅是我们大清的失败 也是你们日本的失败 不仅是你们日本的失败 不仅是日本和中国 等于我们清国和日本的失败 而且是整个东亚的失败 不仅是整个东亚的失败 而且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失败 那一连串的这个话 这我觉得很厉害 他二十几岁的这个小伙子 这个从来没有到过这个 第一次到那边和人家交谈 就是这样的这个失败 他就是比谈的 他们就是可以比谈的 所以汉字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以字为中心 所以不管这个地域 从空间上来讲 地域多么广阔 他们都用共用一种文字 来进行文学的创作 然后从时间上来讲也是这样 那当然也会有变化了 但是基本上你比如说秦汉时候的人 跟这个明清时候的人 他基本上是在一个文字之中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可以沟通的 而且从形式上来讲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 没有一种 我相信 我当然我没有 我根本没有学过这种语言 但是我相信大概没有一种语言 能像中文这样 特别是在诗里面有那么精密的这种 达到那种格律的程度 格律化的程度 他一个字一个字很整齐 你比如说英文你怎么可能做到 你可能日文你怎么可能做到 你不可能做到 他 你就像那个时候 马亚科夫斯基写俄文的 什么那种什么宝塔诗上面一个 他也不可能排得这么清楚 中国写个宝塔诗 中国后来是谁也学了写宝塔诗 中国的宝塔诗比他 起码从视觉上要比他漂亮多 对吧 我第一行第一个字 第二行两个字 第三行三个字 你俄文行吗 不可能啊 你只能写成大概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那中文那个可以非常的标准 所以这个一个 就是这个单字 单字很多 一个字 一字一音一译 这样子形成的 这样一种汉字的特点 其实对中国文学这个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里面音形译 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 其实很多从音上来讲 也可以 音很多比如说谐音 对不对 谐音的方式 这个什么 那个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比如说 不用我讲了 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这个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里边的 南朝乐府民歌里边的 那个谐音 对不对 什么莲子清如水 莲心彻底红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莲实际上是写什么 写这个莲的 对不对 写这个莲的 这个莲是什么意思 就是爱 对吧 莲就是爱 古时候的爱 不一定是好的 这个 古时候的爱是有偏思的 这个是有偏思的这个情感 那经常讲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爱 男女之情 实际上是用这个莲 这个可爱 可爱 那个刘兰芝里面讲什么可 可怜什么 就是都是爱的意思 那个莲子就是说 子是你了 莲子清如水 莲心彻底红 就表示我对你的爱 如何的这个 纯洁啊 我对你的心如何的这个 热烈啊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也可能是被拒绝的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就是成功的 这个莲 这个莲我讲的就是 所谓的莲子清如水 所以莲心彻底红 这个莲 其实真的是中国古时候 传统的那个莲 就是那个莲的意象还没有 我们现在一讲到莲 就是周敦仪的那个 那个是已经受到佛教影响 那个就是怎么讲 出淤泥而不染 着清莲而不妖 这个完全都是佛教的概念 佛教的概念 中国过去的这个莲 采莲渠里面的这个莲 是中国固有那个莲的那个概念 所以这种谐音啊 包括字形 字形这个 字形中国人可能不太有 这种特别的这个概念 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 美国那些所谓意象派诗人 比如说那个庞德 庞德写那个荒原的 就是他翻了中国诗 他完全不同中国字 他翻了中国的诗 影响很大 这个他曾经就讲到过这个字 比如说他说这个木字 好啊 他一看他又分析这个字 一个日 日生日落 日落 落下去 他说这个是很形象 这个是 我们中国人看的可能没有求之过身 但是他形上其实是有这个 怎么讲 有的时候是 也可能是中国人这个熟视无睹吧 但是这确实是一些 因形 然后意 意当然也有多意 一字多意 因形意 对吧 因可以讲这个形 比如说意是多意 一字多意 一字多意 一字多意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可能很多理解 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把握的好 你比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深言古壁佛画好 一火来造所见兮 一火来造所见兮 这是韩玉的诗 韩玉的两句诗 说他什么呢 说他到一个寺庙里去 到寺庙里去 这个和尚就跟他讲 说这个寺庙可能很古了 这个寺庙这个墙壁 墙壁上有很多这个佛画 这个和尚就说 我们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唐代有很多这种壁画 唐代壁画壁画非常之多的 这个如果你们那个时候有那个书 叫《历代名画记》 一个叫张燕远的 他那里面就讲这个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讲过 讲不为无异之事 何且有牙之生 生命是有牙的 但是要做点无异的事情 否则这个日子过得那么长 这100年怎么过 就是做点无聊的事 这个张燕远历代名画记里面 就记了很多当时唐代 长安洛阳的很多寺庙的情况 一进去他说哪里画的是地狱 哪里画的是菩萨 哪里画的是佛 很多 所以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壁画是画了很多壁画的 这壁画讲 《圣言古壁佛画好》 《以火来造所见兮》 就是这个和尚跟他讲 黄昏 这个当时是黄昏 就是说前面一句叫 《黄昏道似扁鹊飞》 这个韩玉 晚上到寺庙的时候 《黄昏道似扁鹊飞》 《以火来造》 所以马上就有两种 一种就感觉是稀少 一种是斑驳 确实 现在你去翻翻有很多注释 它基本上确实是有这两种 有的人说稀少 有的人说是斑驳 都可以讲得通 其实就是这个字多异嘛 对吧 都可以讲得通 都有道理 那个他说 哎呦这个真好 然后火一燥 看看 好画没多少吧 真正好画没有很少吧 没有什么 或者说本身这个画看上去就没有多少画 因为可能是古壁 所以稀少也有种讲法 还有一种就是斑驳 就依稀 就是不那个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那为什么呢 它是古壁 古壁 但是你知道画在墙上啊 过一段时间 中国那个时候的画是不一样的 你看那个历代名画记 我那时候对这个很有兴趣 就看那个名画记 还有其他一些记载 那个有洋杂竹啊什么 我读那些书 那看当时他画这个画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画好的以后是着色的 一种呢就是 就用白描的就是线条 没有不着色的这样画 那这两种都有问题 因为你直接画了线画上去 过一段时间它会模糊的 就是不清楚的 过了50年 过了80年 所以那个寺庙里 经常有很多记载 说一个和尚 说一个大师画了一个画 过了若干年以后 一个和尚 看了以后说 这个要重新描一遍 找人重新来描一遍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着色的 着色大家也知道 它问题是 过了时间长了以后 它色彩颜色会变点 它会变的 颜色 颜色会变的 那个 其实保存得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冬黄 你们这里有人去过冬黄 或者就是来自于冬黄 那个 冬黄那个壁画 你看有很多颜色 其实都不是当时 当时的颜色 因为那么多年下来以后 颜色千年之后 那个颜色都变了 所以这个都会发生这个情况 所以 那么那个时候和尚 当时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有些闷 你把它重新描一遍 最糟糕 我记得可能是 历代名画记里面记载 有一个和尚 特别是 当时据说讲是 吴道子画的画 吴道子是这种 线条的白描的画 画完之后 多少年以后 他觉得这个不行了 那个和尚就 找人来给他着色 除了那个着色 一着色 这个画就可以毁掉了 因为一着色以后 他原来可能细条 非常细致的 你一着色做不到 弄到吴道子的 就可以毁掉了 所以吴道子的话 吴道子是画剩 那么多画 现在传下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我们现在 当然那个要玩很多了 米克朗基罗的画 拉片的话 我们现在还看到很多 吴道子的话 我们看不到了 真正的真迹一点都没有 所以这个 所以完全也可以讲 是西伯来看的 就是说他你根据那个经验 就一个说 这个古壁嘛 它既然是古壁嘛 就是时间很久 时间很久 你不管是着色的画 还是原来线条的白描的画 它都有可能会 会磨灭 暗淡了 色彩变色了 都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他看上去 可能就是看上去古壁 一看一会照 看不下清楚了吧 斑驳 斑驳一息的那种感觉 都有可能 所以一字多一 这两种解释都可以 它都可以读 所以我这只是 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这个 这个语言形式像中 字的这种特点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 这个特别的 字和字的这个组合关系 字和字的这个组合关系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 呃 字和字的这个组合 组合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 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文学当中 文学的文本当中 呃 特别是有的时候 诗的文本当中 它那个组合的方式 和日常语言 其实并不完全的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跟中国的这个语言的特点 是有关系的 跟中国文字的特点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王维一句诗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就写这个花的 花开花落 这个其实在王维的诗里面 实际上是有禅意的 啊 就是在无人的这个一片山里面 啊 在那样一个里面 这个花在 木墨芙蓉花 木墨 木墨就是说这个枝头的 啊 墨是指那个枝头 墨梢的 那个花 它是发红恶 那个花是有亮色的 红色的啊 啊 然后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那边麻烦一点的实际上是这一句 是吧 见户既无人 其他那个都是大白话 见户既无人怎么来理解 我们大概都知道 见是什么 西见 户是什么 户当然 门户 有一个小屋 或者毛屋 或者小那个 既无人 也都知道 见户既无人 所以大概的意境 我们读是没有问题 我们大概 大概是知道的 但是你要追究一下 就很麻烦很麻烦 怎么理解这个关系 我十来年前在那个 哈伯燕京 这个当时做访问学者 在那访问 待了一年多 去上过他们一个颂词的课 当时是那个欲文索安教授上的 斯蒂芬奥文教授上的 他这样送词 把那些学生搞死了 因为他们那个讲法 他们都是研究生 他们很简单 因为他们要怎么理解中国的作品 它很简单 就是要拿一个文本来 拿一个文本来 然后他们基本的办法是用中文读一遍 然后英文翻译一遍 然后讲一讲这首词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这个词把你活活搞死 这个词上下句之间 上片下片之间 一句和一句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是模糊仿佛可以得知的 但是你要讲得很准确 用现在这个英语 而且这个英语的关系是特别明晰的 你要用这个来讲 根本没办法讲 那这个有点类似 见后其无人 所以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很有名的学者讨论过 有不同 这首词很有名 很多人不同的译法 很多人译过不同的译法 也有人专门讨论过 所以这个戒 有的人把它翻成什么 西戒 stream 户 是一个 它估计不是很大 所以它用那个hot hot 就是那个pizzahot 那个hot stream hot 然后这个怎么办 silence 或者silent 是安静 无人 no one 那问题是 这个每一个都知道 见 确实这是可以分开来的 对不对 见 户 忌 无人 确实分成 这个五个字分成四个这个单位 你这四个单位 这个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摆 所以没办法摆 就是 我不记得它们到底怎么翻 怎么翻 所以silence 和silence 是个什么关系 见和户 是hot besides stream 还是 那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你没办法讲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你只要翻 你用一句话 你们想想看怎么翻 其实很困难 很困难 中国诗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 它之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关系的这种 结合度 其实 很不一样 中文有很多 它基本上是 但是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它基本上读下来 基本的概念是有的 你可以形成一个形象 甚至形成一个形象 但是你真的要讲是很困难 那 古诗里面这种句子 不是说 比比皆是 但是经常会看到 所以这个 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实际上都是因为它建 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这个 中国的文字 和中国自己的这个 一个文字系统上面的 所以这个要强调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种 除了前面讲的一个字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它自己系统 这个系统 特别诗里面 有一些这个系统 它代表着这个 诗歌的一种 语序 或者诗歌的这种句式 是和日常的 语言的句式是并不一样的 那特别重要的是说 我们都知道 中国文学绝大部分 都是用什么 用所谓文言写的 文言 文言是什么 其实是从秦漢以下形成的一种 其实是这种书面 就是中国过去很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是 是言文分离的 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 除了那些俗文学作品 或者说是口头文学的一些记录 除了那个以外 大部分都是书面写的 书面写的 书面写下来之后 它形成的一个这个系统 这个语言的这样一个是从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从 基本上从秦漢以下 基本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明代的 清代的一个文人 他读到 明代人他就讲 文必秦漢 诗必胜唐 所以对他来讲 秦漢的文字 就是他的文字 秦漢的表达 当然实际上是有不一样的 那后来研究也有的 比如说汉代以后 宋代以后 特别是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就是多用虚字 我们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没有人写文言 我也写不赖文言 我也不会写文言 最多写到半文不白 那文言一个 我们也想写你写文言 知乎者也都要用上去 是吧 知乎者也用上去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你看汉代的文章 知乎者也用的并不多的 你去读这个司马迁的文字 知乎者也用的并不多的 那真正用的多的是什么呢 真正用的多 其实我觉得是宋代以后 宋代以后 这些人开始多 加一个子 欧阳修觉得要加个爷 这个地方 这个文章才有回环 往复文气在游 才有婉转的味道 没有的 所以同城派的人 有很多 讲同城文章的人 有很多讨论 古人的笔记里面 有很多讨论 谈到这个问题 所以它 当然是会有变化 但是整体来讲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整个 总体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是延续的 在这样一个语言系统 文言 文言系统当中进行创作的 所以中国的文学 绝大部分都可以讲 是建立在这个文言文的基础之上 是先前以下 形成一种特殊的 一种书面的 一种语言 其实古时候的人 大家知道 古时候的人 绝对不是这样说话 最近电视剧都在重拍 电视剧都在重拍 前面三国 演那个三国 三国其实还不错 这一句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意见 因为我都从来 这种都没有从头到里看 看只计而已 那我觉得新的三国 比老的三国有一点好 好在什么 老三国就太依据那个 三国的那个原来的文本 所以那些人说话 都是自乎则也的 都要加个什么也啊 什么儿啊 古人说话古话不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新三国这个 就是 比较那个吧 比较 这个是谁啊 谁演的那个 陈建兵 他讲一些大白话 那我想大概 当然我相信曹操肯定不是那样讲话 但是那个调子说不定差不多 肯定不是那个知乎则也 因为文 就是我强调这一点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文学 实际上你一定要记住 它都是用文言这种书面的语言 系统来实现的 它并不是 口语上并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这个例子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 唐代的僧人 宋代那些理学家 他们有很多口语 这个口语现在当时文字记下来 文字记下来当然跟口语并不完全一致 但是但是 应该是说比较接近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研究所谓近代汉语 不是古代汉语 研究近代汉语 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材料 那么里面我举一个 跟文学有关的一个例子 跟文学有关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就可以 我一念就可以知道 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朱熙 朱熙有这个朱子语类 那经常学生问他 然后他就回答 所以有很多就是口语式的 那么当时这个里面有一段 就是朱熙对于陶渊明的评价 他讲陶渊明是 人皆说是平淡 至某看他是豪放 但豪放得来不绝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永荆科一篇 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了 这个就是朱熙 大概差不多朱熙当时就是这样讲话的 所以你看跟朱熙送人写的文字 南宋人写的不一样的 所以那当然这些也有他研究的意义 我只是说我引这个例子 反过来是想说实际上书面的文字 很多的文学它是用书面这个所谓文言来实现的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中国文学其实它有一种具有很高的书写性的 一种修饰性的一种语文的一种传统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绝大部分 或者说相当大一部分 是用这样一种这个系统来写出来的 所以它呢 这种规范它延续了上千年 虽然有变化 但总的来说 这个基本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 一直保持下来 这个也跟中国的一个 这个中国人尊重典型 尊重传统的这样一种民族心理 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紧密相关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讲到这个传统的延续性 和典范的这个延展呢 可以讲中国人特别喜欢 一再地回到这个传统当中去 回到传统当中去呢 其实这个讲究复古 中国人一直喜欢讲究复古 就是其实这种认同感 对过去古代传统 或者古代经典的这种认同感 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表现 那么同时呢 这样一种传统 其实也是以文言的持久 持久的存在作为一个重要条件 就因为这样一种文言系统的存在 所以一个人在五百年以后 八百年以后 甚至一千年以后 读古人的文章 和他非常相近 所以他就会用他的成句 用他的典故 用他的语词 对不对 你否则的话如果变化很大 你怎么用呢 所以现在我们很大的变化 就是现在我们都是用所谓白话文 白话文尽量是做到所谓言文一字的 所以我们现在 你写一篇白话文的时候 突然之间用到一个古人的典故 比如突然你引了一句诗 或突然引了一句特别典雅的那个画 你就马上和你的那个行文 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对比 不一样 那个感觉那种对比差别 就是说一个亲人 一个明清人和我们现代人 在你文章里用到一个旁人 或者汉人的文章 那个差异性是完全不同的 对不对 就是说在现代人的文章里 这个造成非常四目 非常醒目的这个对比 对应的关系 这个相反的这个效果 会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文言的这个传统存在 是加强了中国人对于比如说典故 对于那些语词典词的这些运用 而且对于这个典范的尊重 这些实际上是非常之多的 那个用了很多很多 比如说成语会很多 用很多成语不断地用 不管是甚至有很多先情时代的成语 都在用 用的都非常非常非常习惯 非常习惯 那个甚至后来中国文学当中有所谓这个 中国有所谓这个所谓叫代词 代词不是我们现在语法术里讲的那个代词 那代词就是说变成一个习惯用语 比如说现代有个词叫代旺书 这个旺书你们知道是指什么 啊 月亮 旺书就是指月亮 所以它有很多种代词 代词就是说什么 大家都用 你用我也用我也用 这个大家在千年的传统当中 几百年的传统当中 那大家都认同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 我们过去一个比喻就是 过去一个比喻讲 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 第二个是庸才 第三个是蠢才 中国人不断用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好像不过上次是谁在 我忘记了是哪个是孟非还是谁讲 第四次用的就是一个奇才 还是什么 就不断的用下去啊 不断的用下去 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传统就是不断的用下去了 所以这种传统的这种延续性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 就特别特别强调这种 你当然代词是一个表现 那你更高一点可能是一个 一个典型的情境 一个典型的场景 这个都会用 都会用 那个比如说我最最简单 诗经你们把诗经打开来 第一篇观观居酒在何之洲 瑶桃树女俊子好球 对不对 不管是怎么解释 这个是我们以后就会再讲 这不管怎么解释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水边的 我就讲这个水边上 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 人类的文化就是跟水有关系 没有水就不行 发现很多水 你比方说你想到那个秦峰奸佳 是在水里吧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说回从字道足且长 那就是去追求 但是呢 隔着这个水 这个很多学者研究 这个道足且长 那到底是怎么 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 我到不了那个美人身边呢 那这个河道就是往东 往中 很多这个真的 我这都不去讲他 就是说这个隔水 在水边两情相悦 这个然后再 因为水而有阻隔 这样一种典型的这种场景 中国人特别喜欢用 语诗用 情境用 思想用 就不断地用 水这个事情 你后来讲 古诗 捍卫古诗 古诗是有手里面是吧 河汉清且许 阴阴一水见 默默不得语 它当然是写天上 写天上那个叫什么 这个牛郎之女 是吧 就是说这个天上的心 那天河 但是也是河的阻隔 水的阻隔 很多的人 后来还会变 不光是这个隔阂相望 那你包括到宋代 我讲讲 那个李之一那个词 大家都知道 我都是用这种最简单的话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四金不见金 共赢一江水 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什么 这首诗其实 人家觉得大白话没有 我觉得那里面 其实很可以分析的 就是说第一个 它是水的隔绝 一个河头 一个河尾 它但是不是隔河相望 一个河头 一个河尾 但是水是隔 这个是很清楚 是一致的 这是一致的 这实际上是从这个 秦峰兼家以下的 一样的传统 另外一个呢 日日四君不见君 看不到 这个倒是的 也是隔绝 这是隔绝 但是共饮一江水 一江水是什么 这个水是阻隔 同时也是沟通 对不对 共饮一江水 这个说明两个人还是有联系 所以这里面 阻隔和沟通的 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 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 你都可以讲是一个变体 都是水对于人的那个 情感和关系的那个意义 其实很多是 很多都是在这些方面可以 可以去了解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